第六节 立劈华山 本动作进发于腰 立运四肢末梢 通过席练使气走全身摆脉通畅 这个动作共做七遍 请注意 下劈的时候 腰要伸直 劈下的时候不要低头 目视前方 高血压心脏病患者 切记用力过忙 立劈华山 它的主要作用 细定食指 把全身细血调动起来 到你的神经膜上 作为放弃的一个手段 左脚向左一大步 两手在胸前朝起 向上推去 打开细门 用力向前衍生 缓缓披下 延朝前看 放松 好 六天仰之三秒 它整个的气血从这过来 到你手指肩上去了 放松了 缓缓直前提起 推 推 眼朝前看 眼不要朝低看 这样气血用你上头 不安全 头抬起来 气血到手上 起 反反提起 推 推 放松 停下 工作其次 立屁华山 左脚向左一大步 两手在胸前朝起 趁伸手 向上 走内进 直线提起 用力 缓缓向前臂下 眼朝前 正看 手指朝下 日挺 两只三秒 放松 直线提起 推 劈 放松 提起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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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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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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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 吐 吐 吐 第七节海底捞月 怀中抱月 第八节霸王举顶 这两节通常连起来做 共做七遍 海底捞月 锻炼腰背 对内脏下垂有疗效 霸王举顶能升举阳气 冲氧随海 调理三交 弯腰的时候要注意抬头 但颈部不可僵直 腿要挺直 八节洞宫做完了 洞宫老少皆宜 青年人可以尽力而为 海底捞月 怀中抱月 八王居顶 三个动作 主要的作用 将全身晾出的气 全身贯通 两朝护腰 从代发室起室 翻打 手心操外 放松 缓缓地向两侧拉开 海底捞月 成大支庄 作画 在一井 降低了头上的高血液 如果有高血液患者 血液会从这里来 因为这里起来了 血液往这里来靠拢了 到大陵去 放松 捞腰眼朝前看 海底捞月 就是捧气 有力量的 抬起 捧着锁不住 再不能往上爬了 反掌 两手脱贴 霸药居顶 终于理论 两手脱贴李三交 三交之气打通了 放松 从两侧 缓缓下降 打着桌 坐腕 放松 海底捞月 海底捞月 怀中抱月 走内进捧气 反掌 巴望举顶 打通三交之气 放松 庄大气感 松 踏实意的松 井的关系 井 井 松 井 松 产生的爆发力 是薛心和甲快 井 松 井 松 井 构作其次 海底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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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指向队 海底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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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中 海底捞月 海底捞月 尴尔 八王居地 放松 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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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 松 紧 松 紧 松 怀仲暴月 八王居地 八卦犬 大字庄 海地聊月 懷仲暴月 八王居地 八卦犬 大字庄 停 第五章 调气功 调气功主要有两方面的意思 因为调动气血增强气感 以为调整阴阳炼气炼力 以蓄肌内气运发外气 为人调治疾病 第一节 第一节 拉气 第一节 拉气 调气功 是叫量功的全身气血 再让他全身运转 也叫自我导演 自我导演 两手抱球 上下距离十公分 滚气 滚气 拉气 或头顶平行 手心 劳功虚相对 气感就拉出来了 压气 共作五次 左右够五次 调气功 拉气 拉气 两手手心相对 两手手心相对 三下距离十公分 曾抱球式 滚气 拉气 压气 共作五次 滚气 拉气 呀气 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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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tition 涅气 拉气 压气 压气 滚起 拉起 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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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起 第二節 轉起 轉起 顶天的地 这个手心超上 这个手心超下 把气门打开 转转气门 记拳一学 张门一学 放松 大字中 放松 八卦拳 顶天的地 转气 放松 它也是一个松紧的关系 共作五次 转气 顶天的地 右手在上 左手在下 自行拉 转腰 八卦拳 大字中 八卦拳 顶天的地 八卦拳 大字中 八卦拳 顶天的地 顶天的地 八卦拳 大字中 八卦拳 是谨松的关系 谨 九卦拳 採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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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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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收拾 收拾 收拾是防偏揪偏的基本方法 每次练功最后必须认真做好收拾动作 有人讲练功不收拾不如不练功 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一节 第二节 倒气 第二节 压气 雷声 一队 一队 永泉做三次